玉璃镇河东马太林部落 因为国际艺术家由媳妇而痴迷的同时 也起了带头的作用 马太林社区发展协会争取获得县府计划补助 将部落闲置30多年的建筑防射 重新修缮整顿 作为在地小农工作室据典以及市集 而落成启用典礼上 也获得各界长官的力领以及祝福 由部落头目撒酒祈福 马太林部落小农市集据典 也正式启用对外开放 玉璃镇太林部落社区发展协会 向上争取获得县府计划补助 先期赤资20万元将部落闲置 30多年的这一栋建筑防射空间 重新整顿修缮 改造成为在地小农市集 作为族人以及小农工作共聚的据典 希望是说在这三年 因为它建设是给我母年的时间 那我们想说三年 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小农市集 再来还有原住民特色的一个 比如传统工的一个教学的场域 由于受限于竞争型计划补助 不足以致应屋顶复原建造 但也因此反而成为了小农市集建筑空间的一大特色 部落小农仅仅把握着得来不易的机会 充分规划运用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是我们大家的闲置空间 空间可以被使用 然后那时候优哥也有建议我们这个空间 他有帮我们说大概说 什么区域可以去做什么样的那种规划 他其实也都蛮热心参与我们的 也给我们一些小意见 玉璃镇河东地区的马太林部落 英旅英的知名艺术家优喜夫 在老家开设部落皇后艺术空间 推广部落艺术文化产业而驰名 同时也起了带头作用 部落族人热烈响应 这次部落建筑空间活化 再利用落成启用典礼上 在地青年与部落小农对此高度期待 再造泰林另一产业亮点 而包括了先议员林玉芬 玉璃镇长龚文俊 以及正代表秀吉萨布洛等地方人士 也立临祝福支持部落的努力 记得石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